这一题特别注意,它的相关尺寸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是什么?直径多少?八十,半径就是一半,四十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画这个图形 它等于是先画一个圆,半径我用四十 因为我习惯就把它改为半径,比较好画 然后画完之后的话,我们先画一个这个 那你也想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半径实际上就是说,另外这边画一个圆 这个圆的中心刚好是在哪里呢? 刚好在第一个圆的四分点上面 也就是说它的半径也是四十 也就是画完之后把这个删掉,删掉之后就有这一边 另外其他的怎么做出来呢?就是旋转 旋转之后,复制,复制,复制,总共复制几个呢? 一个,几个,两个,一个,两个,总共六个 所以说,总共有六个,那如果说它们之间相差的角度是多少? 那就是什么? 三百,三百六除以六嘛,那就是六十度 那你画的方式有几个? 第一个最简单,我们前面讲过,用什么? 用旋转加复制,旋转加复制就是旋转复制 总共你就六十度,六十度,六十度复制旋转 那这样也可以,可是这样的方法太慢了 所以今天要讲一个什么?所谓的那个正列 那正列就是什么?正列就是说它可以快速的帮你 就是说做出重复的动作,就是所谓的正列 那这里的话,总共,比如说总共有六个的话,你就用这个正列 正列里面又分成几种正列 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那个CAD里面,正列在哪里?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 那特别注意,这个正列,你们看一下 如果说你们有学过像那个什么Photoshop Photoshop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在那个Photoshop里面 如果说你今天要看一下,你会发现像这个按钮 跟这个按钮有什么差别? 你会发现它的右下角多一个什么呢? 有没有看?很小一个 这是什么?小小的三角形 那所谓小小的三角形,如果你有学过Photoshop 如果它的右下角有小小的三角形 表示说这个按钮是复合的按钮 就是说里面还有长的很多按钮,它不止一个按钮 所以这个是一个诀窍,无论其他软体都是一样的 所以各位看一下,像这个,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好像就没有了 其他有一些按钮就是这样的设计 那主要就环形在这边 那怎么把它让它展,就是里面的按钮显示出来 你可以把它按住不要放,按住不要放之后 你会发现,里面的话会有三个按钮 也就是说它一个正列里面就有三种正列 包含什么呢?按住不要放 包含第一个是举行正列 那什么叫举行正列? 其实在2010以后的版本,都会有个动画 就是说你不要放,按住不要放 它就会秀出来告诉你,底下画给你看 动画都会,上面是一个说明,下面是一个动画 这个叫做举行正列 那举行正列,其实概念主要是列跟栏 它是一个举行的,一个垂直的方向 垂直跟水平的方向的一个正列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 这个路径正列,那什么叫路径正列呢? 上面有说明,就是沿着什么路径,或部分路径均匀的分布物件的副本 它其实画一个给你看 其实第一个就是你要一条什么?路径 然后再去决定它里面要有几个物件 这个叫路径物件 那其实今天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环形正列,那环形正列顾名思义嘛 有点像你要个轴 这个轴一定要有个中心点 那你沿着这个中心点,复制它要的副本 看要几个,它就可以复制 比如说你先产生一个 比如说我们有六个的话,它就另外再产生 这个所谓的环形正列 那这个木板该怎么使用的话 我想我们分别来完成 那当然第一个,我先用比较简单 如果说你正列不会的同学 我们先做个旋转复制的复习 所以第一个的话,我们用复制方式来讲 第二个再用正列的方式来讲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画一个圆 然后给它一个方向 再输入半径40,Enter 接下来的话,你们可能会比较小 那你就把它中间点两下,让它放大一下下 再把它缩小一点点,摆在左边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也是一样 再点一个圆,把这边四分点 这边就是要四分点一定要出现 所以底下的物件锁点,预设你们是这样 请你记得把它改为使用图示 物件锁点的部分四分点一定要点下去 然后再点一个圆 在这个四分点点一下之后 当然你可以再输入40 或者是还有一个方法 第二个就是你要目标点 你再点这个圆的中心点 点下去40也是40 为什么?因为四分点到中心点的距离就是40 你可以输入40,或者用点的都一样 然后再把这边做修剪按空白键 修剪空白键 然后把这边删除掉 那会留下一个 那我们先教各位旋转加复制 那怎么叫旋转加复制? 这边也比较旋转 对不对?点下去 不过旋转它再加复制 当然你一次会比较适合 或者两次还好 可是如果你是大概超过个三次以上 就要用正列来做会比较方便 不过我们先试一下 旋转 然后选物件 它底下会有一个提示 选取物件就选它 它是要旋转的 然后接下来按空白键 告诉它选好了 选好之后的话 那你的基尊点在哪里? 基尊点这个圆的中心点 所以中心点就要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的话要复制 所以在CEnter 多一个CEnter 那旋转的角度是几度呢? 转过去刚刚讲过的直度 60 所以60Enter 这样就一条线 好 那同样的 变成这一条线怎么样? 再做一次 所以你就是这个再旋转 那因为我已经先选物件 所以不用 那在中心点这边 其实中心点就是这条线的终点 是同一个点 这没关系 然后再来一样 CEnter 60Enter 反正你就重复重复 总共呢 就是先画一个之后再复制五次 就会是完成的 不过 其实你可以取巧 就是你可以画三个之后 那再把这三个怎么样? 一起旋转 一起旋转几度? 180 180 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其实方法很多 没有说哪一个方法 这个先选物件 把这个用那个虚线的 选取空白键 然后呢 基尊点一样在中间 然后在CEnter 一定要复制 然后180 试试看 180 Enter 180 OK 好,没错 180 我们就转出来了 也就是你先画三个 那当然不要傻傻的再画三个 那画很累 你就先画三个之后再画180 这样省了好多时间 所以画图没有标准答案 你说哪一个方法快 就看你自己习惯的方法最快 没有那个 有的时候我觉得快的方法不见得你觉得快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请先利用旋转的方式来画这个图形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就是如何利用那个曲行正列 特别是哦 这个例要点下去 然后它会跳出三个 我们是用 跟人家 要环形正列来做 那其实每一个 将来我建议各位学习 除了书本里面会介绍之外 如果说你想知道这个功能 你有没有放上去 它底下也有些相关说明 或者你可以按什么 它下方也要按F1 取得更多说明 其实它里面已经有一本参考书了 所以你按F1 有没有记得放上面 比如说你想知道复制功能 按F1 按下去之后呢 它马上就有个参考书跳出来 这个参考书呢 我稍微看一下 我觉得它写的还算不错 有没有 复制指令就是copy 然后什么意思 这个功能什么呢 然后图示按钮 然后做什么意思 摘要告诉你 有没有 然后有怎么去做 怎么建立副本 里面相关指令 位移 模式有哪一些 关于相关的指令 要阵列 怎么去使用 这边都有讲 所以这个是一个内建的 一个电子书 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